欸 不好意思啊 回來了 因為現在書上廁所都是用坐著的 所以會稍微久一點點 有人說是什麼坐著 有時候在你無意識間那個會亂噴 然後你的馬桶就會臭臭的 所以坐著比較好 我是建議各位男生們都改成用坐的 有人說是好男人不是吧 不是好男人 好男人的標準應該沒有這麼低吧 說實話 有人說坐著要放哪 坐著要放哪 什麼意思 你是說坐著馬桶圈 然後雞雞要放哪 雞雞沒有那麼誇張啦 如果說今天是你 就例如說男生就是白天 剛睡起來一住青天的時候 那你就要真的往下壓 但是平常都那麼誇張 沒那麼誇張啦 有人說我是妹子所以有疑惑 好吧 沒那麼誇張啦 除非你是今天 早上剛起床 因為男生早上會沉薄 沉薄的話就會 需要稍微把他壓一下 所以就是懸在哪裡 好啦 沒事沒事 我知道這個觀眾可能沒有交過男朋友 你以後如果交男朋友就會知道 好不好 我只能這樣說了 你以後如果交男朋友 就會知道了 我只能這樣說 該怎麼說 那你應該也看過你的男朋友 變大變小吧 應該吧 小的時候沒那麼誇張啦 有人說通常男人會坐著尿 都是因為被一起做的老婆或是女朋友要求的 通常是這樣子 對 通常是這樣子 有人說不然我也想叫我哥坐著尿 負責打掃的人是我 你一定要叫他坐著尿好嗎 你跟他說打掃的人最大 你跟他說打掃的人最大 就知道了 如果你有交過男朋友 你就跟男朋友說 讓我看你的雞雞 讓我看你上廁所 啊 小時候